大家好,欢迎来到张苏美,我是张老师 我现在是在圣龙兹斯大学的校园里 我后边就是他的一个叫全球中心 房子上面你看有各个国家的旗子 这个地方也是学校的相对比较中心的地方 这个学校特别像一个大花园,非常的漂亮 好,那我今天跟学校的就业办公室见面 跟他们来培训F1hire这个求职软件 既然到了学校,我来也介绍一下圣龙兹斯大学 跟大家来讲一讲,到美国规定只能学商,学计算机 那么这个学校是有一个特别强的方面 就是生命科学,健康科学,医学这些方面 我给大家讲一讲,如果是喜欢这些学生 他们如何来规划 首先沈东大学呢,它是一所美国的私立的清宗教大学 这个学校呢,一共有一万八千学生 它的排名呢,今年是排名105 它的位置呢,是在圣路易斯的中城 所以这个地方呢,离生物的当趟非常的近 而且呢,这个医疗城也非常的近 和一般的学校一样 公学院呀,文理学院呀,医学院法学院 但是这个学校呢,还有物理学院 公共健康卫生学院,健康服务学院 还有一个是健康政策学院 所以它关于健康的方面呢 它一共有五六个学院 那今天来带我在学校来访校的学生呢 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学校的健康专业的 本博联读的物理治疗的学生 本科四年,再加上博士两年 那么呢,大家知道物理治疗 现在在美国,可能在全球吧 就业非常好的行业 这个学生呢,他在这儿呢 读六年就可以拿到这个物理治疗的博士 其实我呢,有很多的学生 现在是学这个物理治疗 但是有很多学校呢,大二接手 才能做申请 在圣路易斯大学呢 本科的时候直接申请了 本博六年的年读的这样的项 非常好 那么这个学生开玩笑说呢 他周围的学生可能有三边都是学 健康相关或者医疗相关 或者医学预科 所以呢,咱们来美国读书呢 不一定呢,大家都要读商科啊 都要读计算机 你呢,也可以去读生命科学相关的 这些学科 所以这些学科呢 在美国的整个的行业的就业里面 是排在第一的就业预求高 而且挣钱多的这个行业 那圣路易斯大学 他还有比较好的专业呢 就是他的工程学非常好 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有一家公司叫 麦克当纳道格拉斯 这是一个飞机制造公司 他们的购物呢,就是在圣路易斯 后来这家公司跟波音合并了 另外呢,在美国呢 还有他的农药公司叫 曼仙都 后来呢,也是跟拜尔合并了 这家公司都在圣路易斯 他的工程啊,化学啊,化工啊 这都是非常强的 而且这个学校呢 他整个的气氛啊,环境啊 非常的漂亮 学校到处都是喷泉 和南加大有点相似啊 但是呢,他是在美国的中古 他的这个学生宿舍 不仅有传统的宿舍楼 而且呢,还有两层的小楼房的 这样的房子 可以让这个高年学生 或者是研究生 去学校的楼 非常足够的 学校的附近呢 要安全的 我们这个的学生宿 一般上,其实也说 我们这种没问题 那么呢,这个学校的 国际学生的宿舍呢 也很多 也非常的国际化 国际办公室 楼门还有楼道里 都看到呢,就各种语言 写的大公司的位置啊 欢迎啊 所以呢,如果一个孩子 要到美国来读诊课 本身研究生 而且呢,你对健康 医疗,生命科学 这些领域呢 比较感兴趣 其实呢,可以来这个表来读 圣伍斯大学呢 也是我们后人的 合作院项之一 其他的路组 并不能拿的 好的,那么 我今天呢 在圣伍斯大学 讲到这儿 跟这样的 帮助到 一些同学家长 美国取位就业 找后人 我张老师 不点赞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